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吃香菜 这香菜不是香菜哦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香菜馆 是一家新开的馆子 然后我刷到了他们的网图 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诱人 那我今天就去帮大家尝一尝 看是不是真的很棒呢 我们走吧 我们到啦 就是这家八百里香菜馆 一进门就能看到古色古香的中式装修 和墙上非常别致的光影效果 墙上投影着漫天飘雪 装饰的沙障也非常的雅致 墙上的诗句都是投影效果 映在绿色的墙上十分的别致 楼上还有好几个包间哦 趁着客人没来我们赶紧来参观一下 这里还有好几个小亭子造型的包间 很是特别 这个烤鱼上桌了 今天慕名而来的就是这个烤鱼 一看到这边有这个烤焦的痕迹 因为老板刚刚跟我说了 他们这边的烤鱼是不用油炸的 是直接用烤箱烤出来 所以它不仅可以锁住它里面的鲜味 还比油炸的药健康许多 而且这边全部都是用活鱼哦 肉质应该会更鲜嫩 让我们来尝一下吧 现在这里已经煮开了 我们点了这个蒜蚊味的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蒜 超香的 现在这个闻到的蒜香味 还有很多鱼鱼蛋 超大一条鱼 我们可以开始吃啦 我们可以开始吃啦 鱼肉 然后这个鱼肉 然后这个鱼肉 也很悲伤的清晨 我觉得对我来说咸蛋也感到好 很香的蒜香味 安全蛋 哦 放软 我觉得这个安全蛋可以在煮一下 它那个汤汁的味道还没有完全进去 这个是红藕台湖汤 可以很明显的闻到这个藕 清香的藕 老板跟我说 这个藕它是 从国内呼应过来的这种粉 我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它的口感跟白的藕 比较比较比较粉 比较难尝一下 我是第一次乘猛 我很惊艳 非常的狠 都有一点像那种 一点像屁股 然后作为这条控的 我觉得真是太爱了 它跟白豆完全不一样 没有尝过的狗狗狗 一定要来尝一下 其实真的好特别哦 它狗狗真的比较清淡 我觉得大家餐厅 我觉得我今天煮的 其实很多 就一个烤鱼 我觉得够我们两个的适合 然后环境的话 今天真的真的 非常地优良 其实跟外面的烤鱼 比较重要 因为它用的鲜鱼 然后那个鱼呢 它是非常的嫩 然后呢 也烤得非常的 非常的糯 我觉得它有这个 酸融的选项 你如果不要吃辣的 我觉得也可以 完全可以接受 我更惊愿的可能是那个 这个圆鱼汤 那个粉鱼 它是第一次吃到的 这个口感太特别了 因为其实本身不是很爱吃鱼 然后今天的话 这个我非常地喜欢 我应该原汁大概三四块 然后那个汤虽然清淡 但是你真的可以吃到 里面那个藕的清香味 你能吃到非常特别的态度 然后取来说 算是一家 还有比较的餐厅哦 谢谢大家 我们看见啦 拜拜